本来我们是商场好的 说回来喝喜酒 喝完喜酒了之后就在家住到过年 住到年前29那天 然后再回老家过年 但是今天才20 20几 今天才23 锅外这个家伙又落着要回家了 还要把这两个家伙都带回家 家里被他俩玩得很乱 也没有收拾 家里的卫生也没有打扫 墙上年前平底锅画的这个东西 到现在都还没有想到办法 给他搞干净 就要跑 平底锅 平底锅 我严重怀疑这两个家伙 就是为了不打扫卫生 卫生回头过两天回来我打扫 不用你管 全部我来扫好不好 你发誓 快发誓是这样子的 快快快 你老是偶叶 天黑了 天黑了 平光妈妈去拿块力去了 然后我们回老家哟 好不好 好累 好累 然后回老家是有一件事 要办的 但这个事呢 我们有跟平底锅的妈妈说 一会 欠杂后奏 一会他如果生气的话 再说吧 我给家里面买了一个水池子 然后近段时间平底锅妈妈不给买 说那个太丑了不好看 但我觉得挺好的 我就要买 然后 我们有经过他的同意 就已经买了 今天到了 我回去拿 回去装 但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要 非得回家 一会他就知道了 我看 我看郭爸爸 阿姐姐 管回家了 要干嘛 这个 我是背着皮里锅姥姥干的 你马上给皮里锅姥姥吃 我去挖都不知道 知道了 把你的皮拔掉 你说这市区怎么一点 节热的气氛都没有 路边的这些商场 这些街道 也不装扮起来 完了 怎么了 我们的车 有一个轮胎没气了 后面那个胎没气了 还是扎上钉子了 回不了农村了 不要这么得意 开心吗 我下去看一下 开心吗 回不了农村了 该不开心 你自己假笑 那我们待会停下来吧 先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多少 开压多少 1.6 1.6 其他四个胎都是2.4 只有这个一个胎 只要1.6的 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如果扎上钉子了 是不是还得去补胎 如果扎上钉子就走慢一点 就是不能拔钉子 拔钉子就走不了了 不能在大马路上换备胎 臭死了大姑娘的 那你 你管回家了 你把车开回家了 那边也没有修的呀 开回家了换备胎就是了 我看一下 看一眼再说吧 就是有数字 证明器了 好吧 好 现在就看一看 看一看 走 我也要看看 我去看就行了 我做代表 完了 去了 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大钉子了 哦 哟哟 是吧 BBQ了 先先先先先先这么着吧 这样能开吗 是得开吧 没地点多吧 他不会在路上突然间 不会吧 不会吧 看慢一点吧 这来的 好像气负多 1.6 在大钉子 打着拉钉子 拔钉子是不是你干的 就是我 就是你 你赔我一条车胎 又想坑拔你我的钱 他没有钱了 他的钱都不够你补个胎 补胎要好几十块钱的 你要给我 好不好 看着我拼紧哦 看着我 说好不好 有没有钱 我有钱 他不再忘了 一提到钱就不再忘了 找了个心理店 把这个开补一下 干了个大钉子 还好发现他走 宝宝你的钱呢 你的钱我看你的钱在哪 帮爸爸给钱好吧 不给拉倒 帅帅的开 帅帅的开 帅帅的轮胎 可以 老板同意了是不是 好 一颗小钉子 干了我三十块 宝宝 小钉子给 报销报销好不好 给三十块钱 报销 报销 这不能玩 这危险 这危险 不能玩 再拉一口 别 看 老板给你装轮胎了 快去准备钱吧 我回家 好 看 是这样吗 对 对 好 走了 出发了 这是我背着你过的妈妈买的一个大盆 好 这个盆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这么长 这么宽的一个大盆 然后占据了我们整个后备箱 然后我说不给买 我说等明年春天的时候再买 再架子搭好了再买 不行 非得现在买 好 今天我就 早买完买都是买 今天我们就静静的看 郭爸怎么一个人把这个东西弄上来 怎么一个人 你不帮我吗 我帮你 帮你个锤 来 一二三 走 还是我婆婆给你啊 轻轻松松的就搬走了 这多少钱 200多块钱 我才不信呢